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一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吳楚穎 今天廣東元朗受著一股東北貴后風影響著 如果我們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著乾燥的貴后風影響 今天的中國東南部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雲隔 同時也注意到 在內陸的地方有一道雲帶覆蓋住那一道 說回我們自己 今天日頭望出去的時候都一片藍天,陽光充沛 所以到下午的時候 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氣溫都升到23度或以上 天氣都挺暖的 我們預料受著貴后風的影響 明天都會挺好天氣 所以詳細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會是 天晴 明早部分時間是有點雲 而且天氣清涼 市區的最低氣溫是17度左右 新界再低2、3度 而明天日頭的時候就溫暖和乾燥 最高氣溫預料會上升到23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北風 我們預料未來的2、3天 華南元朗地區都仍然是大致天晴 不過注意了 去到今個星期後期的時候 我們預料會有一股貴后風的補充 就會再次為我們帶來一些相當清涼的天氣 而預料這一股貴后風會下星期初的時候 會逐漸溫和 不過廣東元朗地區 早上仍然是清涼的 所以展望 只有那一、兩天都是大致天晴 到星期四的時候 日頭也挺暖的 最高氣溫是會有23度左右 而注意的是 去到星期五、六的時候 就早上是相當清涼的 而最低氣溫可能只有14度而已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個天氣變化 保重身體 我們下次見